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佛教正法 第二 要告诉大家我们是心灵法门 第三 告诉大家我们师父说了一定要注意男女之间的交往 更不要有低肤的接触 但是呢 同修很凶 极力读指同修讲话 并且把师兄推到一边 师兄只好说好吧 我不讲了 然后看见师父经过往法会现场走去 然后同修就醒来了 请师父慈悲解梦 说明这个同修是劝人家这个同修是不是 对 师父 他做得很好啊 说明那几个同修已经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了 哦 明白啊 嘻嘻哈哈开什么玩笑啊 是 我们现在这里管得很严的 对不对啊 对 师父 电视台全部是女孩子 男的就不能上来 是 是 就这么简单 嗯 啊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很多东西 这个一边学博一边修行一边工作 全部要如理如法的 好了 是 好的 感谢师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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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